Hello 小伙伴 大家好 我是大冰块 只有这里才有大标车最全的拆车视频 我们快来了解一下 Hello 小伙伴 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期的大标车 我是俊俊峰 也是指挥说真话大冰块 那么今儿继续跟大家去聊我身后这台北汽的小Lite 可能大家会奇怪 昨天下雨 今天也下雨 是因为昨天的节目跟今天节目是在同一天拍的 是因为只有我们的试驾可能会多开几天或拖累比较长 但是一般的情况下这两期节目都是同一天拍的 我们今天还是跟着冰块一起从试驾的眼光 看看这辆北汽的小Lite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们还是来看看这辆车的外面 这个售价上期跟大家是说了 有86000和96000两档售价 我们这辆是比较贵的那一辆 也是一个先增 说到这儿 其实我要从几点开始说 第一这个LED大屏 的确就是我们早期在看这个辆Lite的宣传测的时候 都是会说这个是能够有各种图形的一个变换 然后你左转向和右转向的时候 包括可以编辑自己的文字 但是实际辆车在销售时候就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 这辆车到最后实际上牌的时候 这个屏幕是不允许亮的 可能的确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这个功能可能会被某些人给玩坏 简单说我们这个配置 这个屏幕还是有的 只不过它不能点亮 但是我们也会看到一些信息就是之后的这辆车 的确就把这个大屏已经给取消了 好 这个是这个屏的点事 说外观 其实说外观 怎么说呢 大屏块就是第一眼看着你说的时候 哇塞 觉得这车真的很可爱 尤其是大屏块在园区里面有时候停车的时候 都会被旁边公司的小姐姐去行几分钟注目里 是因为这样子看来真的是非常的Q 而且的确又有很多的这种个性东西在里面 的确不像是一个特别一个廉价的产品 好 我们现在还是去后面看看 看看这辆车后面是什么样的 好的 我们在上集拍到这个环境的时候 风调雨顺 突然间北京的天气放晴了 所以大屏块也是不用再散了 好 我们继续来说这辆车 那这辆车的轴距是1米87 其实对于这辆车轴距真的已经完全不重要了 因为无论大无论小 它只提供了两个座椅 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无边块的玻璃 真的就像是那种非常纯粹的两门两门的小跑车一样 总是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因为大部分像这种无边块的车型 其实在你拉开门的一刹那 它的玻璃会有一个预降的过程 那这种系统呢 其实更多的是让你的这个车的密封性会更好 但是这辆车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你在关门的时候 它是一个直接挤压的过程 是深深的把这个橡胶给挤在里面 当然这个呢 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它会对你这个橡胶条的这种磨损度会加大 时间长了以后 它一定会快速的破损 并且这种挤压的方式 它的密封性是不够好的 比如说你洗车的时候 可能嘎水箱力量比较大的时候 它就会进面漏水啊 大家呢 可能会觉得啊 大冰块是不是有点太挑刺了啊 说十万块钱的车能坐成这种 所谓两门两座还带无边块已经很厉害了 但是我所说的是 虽然你觉得很厉害 但是这个时间长了以后 它会漏水啊 小伙伴们 而且呢 它这个用量真的很差 因为那边门这一块橡胶已经完全的破损掉了 当然呢 上级一辆跟大家说啊 说这边呢 是一个快速的一个充电口 当我第一次用的时候啊 我就会发现 哎 怎么供不上 是因为呢 真的这个品控啊 做的实在是有点那个什么 就是哎 好吧 啥都不说了啊 反正就是的确不太好啊 好 我们现在呢 继续来到后面 跟大家去聊聊后面这些啊 就是后面呢 当然外观呢也是见日见智啊 才是我个人呢 对这个尾灯这个灯带的设计 觉得还真是挺好看的 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 因为它不是这种点阵式的LED光源 它是一个整个灯带式的 后面的开启方式呢 对不起啊 我要去旁边看一下 是因为现在这个车正在着着呢 好 因为着着的情况下呢 你的钥匙是不管用的 那么现在呢 就是跟大家说说这个后面箱啊 因为前两集呢 跟大家也聊了相应的一个使用方式 那的确是可以打开啊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储存空间实在是有限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日常去拆车啊 那时候呢 用的一个整理箱 将将能放下这个整理箱 那再往边上一点 可能还能放一个女士一个小胯包 这个就是它所有的后备箱的储存空间 真的就是连一个普通的小的这种登机箱都拿不了 所以说啊 它就是 哇塞 都关 哇 啊 好关上了啊 就是需要这个有点洞才能关上 好 这是它的整个的储存空间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去车内看看这个车里面是什么样的 好 我们还是进到车内啊 上期呢 跟大家去聊了一些使用方便的东西啊 当然说的确呢 这个非常可爱的LED屏 我们在里面能够看到它非常多的非常可爱的图形啊 这很可惜 头不出来 可能很多小姑娘都会啊 好可爱呀 可以放屏幕 然后结果发现哎呀 到手里面也放不了 可能就把这辆车放去了 老规矩呢 还是跟大家去聊一下这里面的材质问题 塑料 塑料 非常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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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这辆车呢 其实除了门的这个部位 还有你的座椅是软的之外啊 剩下的地方呢 全部都是硬缩料 当然说这个东西硬缩料的车呢 我们也会看到了很多基本上比较便宜的车呢 它的里面这种材质都不会比较贵 但是这辆车它的做工 我实在是无法恭维 是为什么 第一呢 我们在上级跟大家说啊 就是这个特别隐藏的一个背件 就是它的这个阻尼啊 我简直就是有阻尼是好的 但是有如此阻尼的阻尼 我实在是接受不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大家看到这个部位是一个充电的 因为我们刚拿到这个车的时候呢 以为这个除了放手机之外 是不是下面有另外的一个隐藏功能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变成这样了 就是它的做工实在是不敢 包括上面 大家看见了吗 我相信啊 大名画徒手可以把车拆到50% 因为所有的东西 我觉得我好像使劲 它都能给拆开一样 对于一辆车而言 你的用料不好 是跟你的生产成本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 比如五万块钱或一个十万块钱的车 你用几十万或上百万里面的材质是一定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的做工不好 这又是一个你的态度问题了 像这种 我不知道大家这个角度能不能看到 就包括这里面真的所有东西 就这块 这里面这个份大的 我觉得我可以放十张名片进去 都是跟假的一样 我觉得这个真的就像是一个试验品一样 在我的概念里面 这种做工根本就不能来出厂 我也不知道他们的质检到底这个底线能够低到什么样的程度 可以让这种品质的车出厂 那除了这个所谓做工之外 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空间和舒适度的问题 我不否认这辆车的座椅它是一个仿皮的感觉 它的座椅其实还是比较舒服的 它的柔软性刚刚好 但是我还是要吐槽一点 就是方向盘又是那种只能上下 尤其幅度极其低 前后没有 只有上下这一点点 不过还好是这辆车因为它是比较小 就算我拖到最后 就这已经到头了 当然可能也没有再多人 说像两米的姚明过来开这个车 相信也不太可能 所以说一般来说还是能够满足正常的驾驶姿势 但是我只能说只能够两个方向调节的车 真的在现在的这种造成工艺里面真的不应该再出现了 其实空间这个问题怎么说呢 就是对于这种车内的使用来说 两个人可以 后备箱的这个大小 大家也看见了 除了能放我们小黄箱子之外 基本上不会再放任何东西了 所以说你开这个车 你的心仪的女神刚刚从机场回来 拖了一个小的航空箱 你会发现这个车是坐不下的 你只能选择是让你的女神在外面 还是选择它的行李箱在外面 但是跟大家开个玩笑 只能说这辆车其实在使用角度来说 还是比较低的 是因为它的主空间是非常的可怜的 好 那这里面这件事就跟大家去聊这么多吧 最重要的还是把车开起来看 这辆车开起来是什么样的 好 现在我们测一下方盘的利据 然后我们就把车开起来 那么还是在开车之前 先来测一下它的原地利据 还是老方法 所以大平方就不带那么多废话了 好 勾住 然后匀速的拉90度 好 1.297 当然说1.297的确是一个非常轻的力量 但我在其实开的过程中 也发现一个这个方向盘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我可以 原地的让它空转 你甚至可以在柔库的时候 比如我看它后面 就是省去了你这样打 当然说这种操作方法一定是不对的 只能说它的这种电机的惯性是很大的 当然那1.29的这种力度的确对于原地来说是非常非常轻的 但是这种轻它真的在开起来的时候感觉是什么样的 那我们现在开起来就再去看一下 小娃娃们 我们现在终于把这个辆小可爱给开起来 跟大家聊聊这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车 当然还是老规矩先跟大家去说一下所谓的纸面数据 其实纸面数据这事我是真不愿意说 因为这个数据看起来就特别可怜 这辆是一个单电机的车型 那它的千瓦数是一个36千瓦 那它的扭矩仅仅是一个120牛米 虽然说这个数字看起来非常的可怜 那当然也有一些有媒已经对这车的0-100做过一个大致的测试 达到一个15秒左右 但是说对于这种小的这种电动车来说 其实跑这种0-100不太擅长 但是我还是可以说说这辆看似数据非常惨淡的小车 就是你一脚油下去0-60其实还所谓的可圈可点 当然说说到这辆light的时候我总是不由自主的去和我们之前拆过那辆小蚂蚁去比对一下 因为这两个车无论是从大小而言还是开的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像 就当然我们之后还会有这种拆解的环节 我甚至怀疑啊这辆车是不是也是像那辆小蚂蚁一样是一个所谓的钢管车呢 当然我们还是老规矩吧 跟大家去说说悬挂跟转向这一块吧 那这辆车呢 它的悬挂开起来的质感来说呢 是的确要比小蚂蚁要略强一些 是因为我们在公司门口就还是大明快经常会开的那几个解锁带 我在一个比较快的速度通过的时候 这辆车的后面并没有那种胡乱跳的感觉 还是有一些那种所谓扎实的感觉 就是它的额外弹跳的一直还是不错的 但是说呢这个不错还是会略带引号 如果说把这种弹跳放在一个成熟的汽油车上来说的话 我认为它是不合格 但是作为这种小电动来说呢 我只能说是真的只是比小蚂蚁要强一些 那它的转向呢也是那种啊 就是假的不能再假的转向 尤其是这辆车我在开的时候 就明显的感觉到它的重量全部都是在后面的 它会刻意的想把这辆车的转向调的有一点点沉重感 但是你每一次加油的时候 它的车还是会有一些上扬 而这个时候前轮胎的附着力会更低一些 而这个时候会让你感觉到它的转向会更轻 会变得很难控制 就是说这个车完全没有过多的所谓路面的质感 那仅仅是一个能够跑动的盒子 我不知道大家能够理解我这句话 就说操控吧没有操控 但是说呢它能不能拐弯能拐弯 但是拐弯以后会觉得这个车是一个玩具车呀 真的就像我在时间在开小蚂蚁给大家去聊的这个话题 就像是拿一个遥控器在开这辆车要怎么开都很假 当然呢这可能也是这种缺乏调教功力的这种电动车 它的一个本源吧 是因为调教这个东西的确是需要长时间的这种积累 当然我们之后拆车的时候呢 也会给大家看看它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 当然说呢刚才指面数据也跟大家去聊了 36千瓦120牛米的确啊 放了一个汽油机上来说呢 这个真是可能我估计跟以前的小小拓可能差不太多吧 但是放在一个电车上呢 它还是会有一个它电车它本身的优势 就是它的扭矩是来的比较早的 这车一踩就说嗯 伴随着电动机那个嘶嘶的声音啊 还是让你感觉到有一嘶嘶那种驾驭的快感 是因为这个车特别显快 你开这个车 你速度也仅仅是一个50或60的时候 你感觉像在开一辆法拉利的感觉一样 尤其还是这种单门双座的法拉利啊 跟着它开个玩笑 但是说呢它的路感 它的这种悬挂也好的 我刚才也说了 就它放在普通的轿车来说呢 的确不算是很好 仅仅是比那辆小蚂蚁会 要强一些 其实不想跟大家去聊那么多啊 是因为这辆车的你所有的驾驶感受 和之前那辆小蚂蚁 几乎是一样的 那仅仅呢是在悬挂这一块 比小蚂蚁也会强那么一点 那剩下所有的一些 你的这种所谓的油门啊 包括说它的几个 这种动力回收啊什么的 都是大同小异的 比如说把它开的是像普通的车一样的 你它那个动力回收 比如说你要放在一档 如果说你放在三档的话呢 你会觉得哇 在这个车就是时时刻后面有一个绳子在拉里头大像一样 它会有非常多的这种前后仰的感觉 但是这个车呢还有一个所谓的S档啊 这个S档非常有意思的 就说你在进入S档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的可续航里程马上就减少了 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去用一个算式去算成这样的 我现在是一个S档 大家可以看到嗯踩下去 哇还是有一点点的特别力的 当然说这个车呢 无论是从它的大小而言 还是从它的续航而言的 的确也是可以满足一部分人的消费心理 第一呢它的外形的确长得很Q 而且这个车呢 你开在外面呢 又不会说像以前小蚂蚁 包括很多的电动车来的那么的中庸 别人会觉得哎 这个小车真的很有意思 也绝对不会说让人感觉有一种小烂车的感觉 所以说呢 我相信通过就是它的这个外形 还是会吸引一部分购买欲望的 但是我自己再结合到它的售价而言 说10万块钱的价格可以真正的去买一个smart的 当然呢 对于电动车而言呢 所谓还有一个牌照的这么一个关系在里面 当时我相信不是说所有的人 仅仅就是喜欢电动车 这个相信很多人可能还是会更多的去买这种汽油车 正说现在北京的天气已经非常的热了 我并不会觉得这辆车里面的 甲醛那种所谓辣眼睛的程度很高 但是呢 我会觉得这里面的味道特别不好闻 总是有一种非常难闻的塑料味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的这种塑料店用的实在是太多了 导致那种塑料的那种味非常重 总是让人感觉有一点恶心的那种感觉 当然还有一个就续航里程这个事啊 这个车呢 其实我们也开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基本上这个车12030公里是问题不大的 尤其是在开空调的时候呢 就是12030公里问题还是不大的 我觉得大家不用过分的去看那种所谓官方给出的数据啊 它真的是在极端的状态下才能够去测的所谓的相对而言比较长的 因为这个厂压数据也会给一个叫做稳定60公里时速 给出一个非常长的一个续航里程 但是大屏块实际开就是100公里啊 对吧 反正至少开100公里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好那试驾呢 也基本就跟大家聊到这吧 是因为这个车真的没有过多所谓可圈可点的地方 但是呢 还是那句话 如果说小伙伴你对这辆车感兴趣的话 如果说你不是从它的这种驾控的感觉上去买这辆车 是说呢 从它的外观上也好 还是从它的这种双门双座的这种感觉上也好 还是从它这个比较炫的三个大屏也好 如果你真的去买这辆车 但是我还是会让小伙伴们多注意点 说这辆车你在开的过程中 真的不要过分的去挑战它的极限 是因为这辆车的极限真的是很低的 因为我们很多次我在开的时候 可能小小的所谓撒一下野 它的后轮真的会在你正常开的情况下 如果说你的重心稍微往左偏一下 它的后轮绝对是可以甩尾的 是因为我在开的时候呢 这辆车的给你感觉就是后面是很重的 当然我们最后在拆写的时候呢 也会看看他们的这种所谓的配重到底是怎么做的 当然我们从官方的给出一个大致的数据来看呢 它是一个后置后取的车型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它的一个电池的布局是一个什么样的 就是总而言之这辆车开起来 从操控这一块来说的话呢 它真的是一个头轻伪重的感觉 而且在你稍微快点的时候 就会所谓突破这个极其低的这个极限 好那今儿呢大名块就跟大家去聊到这了 那我之后呢还会对这辆 可爱的小Lite进行一个拆解 好那今儿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那我就是那个不用看别人脸色 自己车自己做出大名块 当然也是那个指挥说生化大名块 那我们这辆车的拆车再见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 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 那我们在这里面的视频呢 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 会进行同步更新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 当然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飘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